多辆汽车遭盗窃 嫌疑人只对一个部位下手 好多的停车的司机 然后就过来跟我说我们要报案 一个晚上作案多起 嫌疑人手法娴熟 可能从事过这个汽车修理行业 监控中一个清晰的声音 侦查迎来柳暗花明 听到这一声音以后我们特别兴奋 可疑人员骑行姿态反常 他最终去了哪里 他这个姿势往左边斜 然后往前行事 因为毕竟他有这一方面的手艺 丢失的林佩健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毛先生是河南省新阳市一个家具厂的员工 平时主要负责给客户送货 在昨天的节目中讲到 2022年6月25日早上6点多 毛先生准备开车去厂里装车送货 拉货的面包车就停在他租住的楼房下面 然而当毛先生启动汽车后 汽车发动基础却传出了巨大的异响 家具厂负责人先后电话咨询了保险公司 和销售这辆面包车的4S店 确认是位于车辆底盘下的三元催化器被盗窃 他们随即向警方报了案 实际上从2022年5月起 警方已经接到了十多起汽车三元催化器被盗的报警 他选取的都是一些这个废旧的无人看管 没有监控条件的这个庭船长 经过调查走访 警方认为 近一段时间连续发生多起汽车三元催化器被盗的案件 不排除有人盗取了之后进行倒卖 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新阳市公安局施贺分局 将这些案件定性为系列案件 成立了专案组来侦办此案 从现场勘察情况看 警方认为 这一系列盗窃案件 不像是大规模的团伙作案 就在办案人员对毛先生报案的现场 进行勘察走访的时候 警方又接到了一起报案 在距离毛先生车辆的三元催化器被盗现场不远的地方 也发生了一起三元催化器被盗的案件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警方就接到了十多起汽车三元催化器被盗的报警 警方初步断定是本地人作案 嫌疑人为一至两人 有交通工具 且可能从事过汽车修理行业 那么刚刚又接到的一起报案 有什么新的线索 案件最终会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 郭先生车辆停放的时间是2022年6月23日晚上 他报案的时间是6月25日中午 由于时间跨度大 周围的群众无法提供准确的信息 侦察员在走访中发现 郭先生车辆的西南侧 有一个销售电动车的门面店 商铺门前的一个监控探头 就对着被盗车辆的方向 他店面装的有两个监控 一个监控在那 一个监控在这 我们对这个监控进行一个调取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监控那个角度 能够正好拍在这个响唐路的一个 和中心现场这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监控摄像头 它因为比较新 所以说它还带有一个收音的功能 监控录像中会有什么发现呢 侦察员调取了这个摄像头 6月23日夜晚10点 至6月25日早上8点的监控视频 经过反复查看监控视频 侦察员发现 2022年6月24日凌晨3点半左右 一个可疑的黑影 出现在被盗车辆的后方 并停了下来 刚开始是一个模糊的黑影 后期它亮灯了 我们发现 从我们视频的观察和研判发现 应该是一辆三轮车 因为它两个车尾灯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因为视频条件的原因 只能看到模糊的一个人影 下车 然后到被盗车辆旁边 模糊的人影 在现代车旁边待了两三分钟 此后返回三轮车 驾车离去 侦察员认为这个人的行为非常可疑 虽然说他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在凌晨三点半左右 而且在这个路段上出现一个这样的三轮车 而且他最重要的可疑点是 他还在背到这个现代车后方停留 这一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疑的 侦察人员继续调取沿途的监控 查找这个三轮车和可疑人员的下落 我们顺着监控一直追到了一个废品回收站 因为刚开始我们对这个三轮车化器的了解过程中 考虑到它可以提炼稀有金属 它也可能是销往这个废旧处理品厂 可疑人员最终去了废品回收站 这更增加了侦察员对他的怀疑 然而接下来的调查 结果却令侦察员大失所望 在对这个废旧处理银厂工作人员的询问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个三轮车仅仅是一个收废品的三轮车 它当天晚上在这个淡发器上出现 可能是因为周边有废弃的放开水瓶 以及这个垃圾桶 它进行翻垃圾 查到最后发现查否了这条线索 感觉有一种很挫败的感觉 监控中在线可疑人员 黑影朦胧 他现在从电动车上下来了 然后走到被盗车辆旁边 空旷的山脚下 嫌疑人为何深夜再次停留 停放了有半个多小时 然后才离开 电动车启动时传出声音 侦察出现转机 他骑行的很有可能就是 公共交通工具 哈喽共享单车 丢失的零配件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月24日凌晨出现的身影 并不是道歉案的嫌疑人 侦察人员只好返回办公室 对白色现代车 以及面包车被盗现场的监控视频 继续进行观看和甄别 结果还是在现代车附近的 那个监控视频中 侦察人员再次发现了一个 可疑的身影 最后在6月25号凌晨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个黑影 因为当时的监控条件不是很好 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一个影子 2022年6月25日 也就是现代汽车车主 报案那天的凌晨两点半左右 一个可疑的身影 出现在画面中 年轻男子的身影 顺着车辆左侧 走到了驾驶室方向 便被车辆挡住了 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 男子一直没有出来 侦察员继续查看监控 发现在凌晨2点47分的时候 年轻男子的身影又出现了 发现这个人影 从汽车驾驶室方向 都是汽车的北面 然后走过来了 蹲到他的 这个很小的电动车旁边 在这蹲下 然后左顾右盼 男子在自己骑来的电动车旁边 蹲了两三分钟后 又起身去了 白色现代车驾驶室的方向 又过了五六分钟 男子再次返回到 自己的电动车旁边 又返回到这个电动车旁边 有一个弯腰 放东西的一个动作 然后把安全头盔戴好 坐在车上 等了一会儿 看他低头的姿态 大概应该是在 掰弄手机 车灯亮起来了 看他这个车灯亮起来了 车尾灯的亮 车头灯也亮 离开了 监控画面显示 男子到达的时间是 凌晨两点三十二分 离开的时间是 两点五十七分 他在被盗车辆旁边 停留了二十五分钟 侦察员继续查看视频 看能不能识别出 男子更多的特征 就在这时 监控视频中 传出了一个声音 他离开的时候 他的电动车 发出了叮咚 哈喽的声音 听到这一声音后 我们特别兴奋 因为由这个声音 我们可以推荐出 他执行的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本市 公共交通工具 哈喽共享单车 路边门面店前 这个带收音功能的监控探头 录下了电动车 启动时发出的声音 这让侦察员非常兴奋 监控视频中 依稀能看出 男子骑行的是个电动车 但很难辨别出是什么型号 什么形状的车子 这导致接下来的视频追踪时 无法准确锁定是哪辆车 哪个人又去往了哪里 但是这个声音 却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信仰这边 一般市面上的共享电动单车 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清菊 一个是哈喽 清菊全车身是绿白相间 哈喽的共享电动单车 它全身是蓝白相间 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 这对于我们下一步 去通过沿途的监控 去锁定这个黑影 这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进行了同步真实的模拟 我们在现场开了一部 哈喽共享滩车 继续顺着道路往前走 但凡遇到岔路口的地方 我们就在岔路口 寻找社会监控 以及我们路面的一些天网监控 沿电动车离开的方向往北 行驶大约五六百米的 第一个拐弯处 侦察员在一个棋牌室门前的 监控中 再一次发现了 这个骑电动车男子的身影 由这个监控也看到 当时他骑行的时候 正常人骑行应该双手握把 然后身体端正 双脚放在踏板上 但他不一样 他骑行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歪这个身子 手并没有放在方向靶上 而是像放在脚踏板旁边 然后像手里应该扶着一个东西 骑牌室门前的另一个监控 拍下了骑电动车男子的 另一个方向的画面 从他的背面看 他的身体也是歪斜着 右手握着车把 左手则垂了下来 像是在扶着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恰巧就是 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 这样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可疑男子骑行的方向 往北约一公里 便是当天早上报案的 毛先生停放面包车的现场附近 在之前的走访中 侦察员已经调取了 附近商铺的监控录像 但因为接到郭先生报警 还没有来得及查看 侦察员随后 从这里的监控录像中 再次发现了可疑男子的身影 因为这个监控的条件 稍微是比较清晰 因为它彩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姿势 往左边斜歪斜 然后往前行驶 它这个行为和刚才那个 是能够对得上的 侦察员继续查看监控 发现可疑男子骑着电动车 一路向北去了 然而电动车在道路尽头的走向 却有些异常 正常行驶的话 沿着这条路走到那个山脚下 往左边拐下去 可以通往下面的一条新西大道 但是那辆电动车 并没有往左边拐 而是往右边拐 停放到那个山脚下了 可疑男子 停靠电动车的地方是一片空地 平时很少有人在此逗留 尤其是夜晚 他为什么要将电动车停放在这里呢 因为距离太远 而且光线很暗 监控中看不出可疑男子到此后的举动 过了两分钟以后 又有一个衣着和刚才骑行电动车 非常相似的一个人 沿着这边路边 然后往回行走 可疑男子步行又走了回来 他是要做什么呢 过了两三分钟后 一辆黑色轿车出现在画面里 沿着这条路往北去了 侦察员之所以注意到这辆车 是因为他并不像是偶然经过 他后来也在可疑男子停放电动车的位置停了下来 大概停放了有半个多小时 然后才离开 从视频里可以看到 黑色轿车离开时也很反常 没有开车大灯 好像是刻意不想引起他人注意 正常人开车的话会对吧 把车打着火以后大灯打开 然后往前走 但这辆车并没有 只是车尾灯亮了一下 然后就一闪而过 这里就是电动车和黑色轿车停放的地方 是一块荒地 周围很远的地方才有住户和楼房 年轻男子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半个多小时呢 根据男子一系列反常表现 侦察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个人应该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他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来说的话 他把车把电动车停放在一个叫偏远的地方 然后步行返回 然后再开一辆汽车到他停放共享单车的地方 然后再等没有别人发现的时候 再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他自己的汽车上 然后再带走 这个推测是否合理呢 侦察员继续查询黑色轿车的行踪 发现他拐到了新七大道主干道上 然后向东去了 在这个新七大道主干道 继续往阳山方向行驶的一个卡口上 我们将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牌号发现了 发现这是一辆这个本地牌道的汽车 北号是613的一辆黑色的这个现代牌轿车 获得这辆车的车牌号后 侦察员立刻对该车牌号进行了查询 发现这辆车的车主叫萧军 22岁 信仰本地人 萧军没有盗窃和其他违法犯罪前科 但在当地一些汽车修理厂 做过多年修理工 然后对萧某在进行进一步研判的时候 发现萧某是阳山以修车厂的员工 结合员工这个修车厂员工的身份 我们更加确确定 他有可能是从 实施这个盗窃三元催化期犯罪的人员 因为毕竟他有这一方面的手艺 寻线追踪 嫌疑人身份被锁定 那一段时间 公围不是人的白天没精神 汽车后备箱和住所 侦察员找到丢失的领培件 博彩赔钱 他企图快速翻身 丢失的领培件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22年6月27日 在毛先生和郭先生报案的第三天 警方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此人有棄修厂工作的经历 这非常符合警方之前刻画的 嫌疑人的其中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萧君究竟是不是 系列盗窃三元催化器案的犯罪嫌疑人呢 相关信息显示 案发前 萧君曾在信阳市阳山新区 某修车行工作 侦察员来到这家修车行 进行调查走访 应该是去年我装出五月份左右 五月份左右来到这 对 然后他在这办理过去 他去年五月份一直干到 干到今年 今年结算 今年五月份左右 那段时间 工作不是能精神 白天没精神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不想干 我说不想干的话 你下午就用来了 然后他就办离职了 对 然后就办离职了 萧君已经于2022年五月底 从这里离职了 店主介绍说 萧君在这里工作了一年 曾是店里的优秀员工 离职前几天的精神状态不好 不清楚他离职的具体原因 并且他的照片还在 目前在当时我们调查的时候 他还在店里面悬挂着 作为他们店的金牌员工 手艺是相当不错的 在对萧君曾经的工作地 进行调查的同时 另一组民警 通过对萧君车辆行驶轨迹 侦查得知 萧君在当天驾车去了外地 已经返回了信阳市 当前像是在去往 湿河港镇他老家的方向 发现这个车又出现在了 这个新奇大道方向 往南湾方向行驶 我们大胆假设 认为这个萧某往南湾方向 进沿河道 进那个环湖路 可以到达他这个老家 再去往萧君老家宅子的一个拐弯处 侦查员拦截住了萧君驾驶的车辆 在萧君驾驶的车辆的后北线 有四个不同型号的三元催化器 萧君承认 这些三元催化器是他偷来的 还有一些放在他老家的房子里 办人员随后带着萧君 来到了他老家的房子 犯罪嫌疑人带着我们来到他位于 石河港的老家中 来到卧室 我们发现了一堆三元催化器 经过清点 萧君汽车后备箱和房屋内的三元催化器 一共有24个 萧君交代 还有一个已经被他卖了出去 价格是2200元 在警方的办案中心 记者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 采访了看守所里的小君 你之前是从事汽修行业 干了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五年了吧 当时在那个店里面收入怎么样了 就正常像之前 就六七年三个年是有的 然后就今年 像这边就是疫情期间 然后大概就车流量也比较低了 就四千多块钱 就延续了三个月 后来我感觉就是 那个延续三个月 三四千多块钱的时候就不够用了 萧君说 本来他的生活一切如常 但案发前几个月 因受疫情等原因的影响 他的收入减少 顿时有了经济压力 而在开始盗窃前一个月 他也因为玩网络博彩 赔了一笔钱 收入减少 网络博彩又赔了钱 萧君便想着如何翻身 他想自己开个小吃店或者修车店 但没有本钱 因为做了多年的汽车修理工 萧君了解汽车的结构 他也在网上看到 有人在收购汽车三元催化器 便想到去盗窃汽车的三元催化器 就你第一次偷的时候是几月份 编辑 就是5月27号吧 26号左右吧 萧君说 他从2022年5月底 开始盗窃汽车的三元催化器 也就在那时 他辞去了修车行的工作 此后更加频繁地进行盗窃 他会选择一些底盘比较高的越野车 然后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工具 然后钻到车底下 将三元催化器卸下带走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萧君就盗窃了20多个汽车三元催化器 并陆续通过各种渠道准备对外销赃 2022年9月26日 萧君因涉嫌盗窃罪 被信阳市湿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小摩中共盗窃器材垂罪剂 现在警察师的由被害人的 是17个 法团改革委员会 对散烟垂罪剂的评估 它是根据散烟垂罪剂的储藏日期 以及实用的粘线和被盗日期 综合来进行拼定 经鉴定 17个有被害人及相关信息的 三元催化器的价格 共计11万6600多元 检察机关指控 萧君多次盗窃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应当以盗窃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杨玉娟教授 杨教授您好 本案中嫌疑人交代 盗窃了25起案件 警方也查扣了20多个 被盗的三元催化器 但是最后起诉的时候 却只认定了其中的17起案件 和17个三元催化器的价格 为什么要这样认定 类似这种情况 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根据法律规定 认定犯罪 在证据上要达到 充分确实的标准 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清净口供 有口供 但是没有证据的 不能认定犯罪 没有口供 但是证据充分确实的 可以定罪量刑 那么在本案当中 尽管公安机关 起货了20几个三元催化器 嫌疑人也做出了供述 但是能够找到施主 形成完整证据链 证据达到充分确实的 只有17起 那我们就只认定17起 但是没有全部认定 并不影响被告人罪名的成立 法院将根据具体的案情 进行量刑 在本案当中的嫌疑人 本来是有一个很熟练的手艺 最后因为一时的经济压力 走上歧途 您觉得这件事情 有哪些值得警醒的地方 技术和手艺 应当成为我们谋生的方法 而不应该是一种犯罪的手法 只要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 至少维持生计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就是一定不要沾染上不良嗜好 不能让赌博这些恶习 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破坏我们的正常生活 2022年10月31日 萧军因犯盗窃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2022年11月30日 法院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人们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是对社会治安状况的 直接感受和综合反应 案值有大小 案件却没有大小 对被害人来说 每个案子都是大案 一些街头青裁案件 虽然单个案值不大 但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而本案中的嫌疑人 本来有一个很好的谋生手艺 后来却成为了涉嫌犯罪的手法 其初衷和动机值得警醒和深思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杨教授参与今天的讨论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